昨天端午节,朋友们要跟我一块儿共同过一个美好的节日,但是这个就好像是一场梦,我被抓到了东华门派出所,因为当时呢,我被抓到了东华门派出所。 地上下雨,我爱人就把我背到了地下通道,朋友们也都下到了这个地下通道,然后大家和我一起握手,然后我们进行拍照,这时候呢,来了很多警察,他们呢,就强行呢,就要把我往上台,而且一边台一边说呢,是口头传话, 我说他们要求让他们出示法律手续,他们不出,然后呢,他们给我抬到这个地面上之后呢,就飞快地把我推往这个派出所,派出所呢,他们就把我们关押在他们派出所的一个审讯室里边, 然后他们跟我们做了一个材料,说呢,我们到这个,应急避难所呢,是重大, 啊,天灾,啊,才能,啊,才能,啊,到这里边去避难,啊,我属于是人货造成的,就不能到那里去,啊, 呃,警察说,呃,你那个,呃,要想,啊,连接住要想在这住的话,就必须得向有关部门,呃,写申请,呃,他们批准,之后才能在这里边居住,呃,呃,呃,当时呢,呃,呃,我就问他,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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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他就说是民法通责有规定 我说民法通责是哪条规定 他也说不出来 我说既然你说的是民法通责 那是民事 跟你治安警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你们为什么抓过我们 他们就是一点都不想理 他说不能在这游行集会 我说我们也没有游行 也没有集会 他们说你们在这里边开晚会 问我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清楚 什么叫在这开晚会 就叫集会 最后呢 他们给我们做完没有什么意义的材料之后 我还是跟他们要传唤这个法律手续 他们这个派出所的警察就说 口头传唤是不出手续的 也不知道他所说的是哪家子 警察法 那最后呢 我当这个就是大概一点多了嘛 我们还是被西城国安分局 压到了这边的西城厂牌所的附近 这边呢叫西石库大街19号 这个宾馆叫玉心宫 这个今天这个屋子嘛 还算嘛 还算好一点 但是呢 我们只待了几个小时 今天上午 警察11点的时候呢 警察就来了哄我们 还要让 还要给我们送到这个 还想要更送到东城 因为外边下了雨嘛 我们不跟他们走 然后他们又问我们 你们想去哪 我们说我们想去中南海 去见领导 他说他们办不到 既然你办不到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然后呢 我说那你们可以给我们送到 联合国避难书 他说可以 我给你放在那门口 我先上级一报告就行了 就说你们俩到这儿来了 我说不能说我们俩 是我们俩到这儿来的 是你给我们送来的 你既然要送我们到那边去 你就应该给我们出这个法律文书 没有法律文书 我们就是哪也不跟你去 到现在嘛 西城区政府的这官员嘛 还是那么冷漠 没有一个人能够 挖发善心站出来 为我们解决这事 我爱人呢 也先过两次到西城区政府 反应这个情况 然后呢 要求让他们给解决 不但没有人 我还把他从区政府 西方处给他轰出来了 那现在呢 警察的便衣呢 就在我们这门外边 看着我们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呢 也不跟我饭吃 就这么饿着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